这是首个能直发livephoto的 小红书的安卓手机 这可就厉害了 好 请到份儿 各位大件事 好 这是刷刀 真的就刷不住 还好给Open Reno 12的AID也收拾进去 发布会结束了 我在手上的就是Open Reno 12 Pro版本的您换字 这个颜色我非常喜欢 而且全系都支持拍livephoto 这是首个能直发livephoto的小红书的 安卓手机 这可就厉害了 这是标准版的颜色 这是Pro版的 一望紫 看这个颜色中稍带一点紫调 非常的好看 非常有立体感的设计 擅长会是不用再谈论的 这标准版和Pro版呢 都是四等身微曲屏 手感还挺好 看来曲变屏的时代结束了 发布会上说的 AI消除闭眼的功德 让你一见睁眼 我还是挺期待的 但是说正式发售之后才会有 完全想体验你 Pro版本来是三种材质的拼接 你看是光面 然后这里磨砂的 这东西也是不一样 这效果还是很不错 各种各样的手机感 你看这些镜头 背后就是 它就像这样妆容 或者是身色柔光 它还是酷的 那么那边还有 女生可能出门 肩膀没有包 或者不想拿包 然后粉红 经常要需要补妆 她还在镜头 又联名了一个朋友 直接放在手机头后边就可以了 这个也很方便 好美好这些 啥呀 然后这边还有两款的 直锡配件 然后这样 可以当手机支架 还有一个很解压的这个指颠头 好美好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此解释我们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